见惯了网上说,以下几个症状提醒你,尿毒症要来了。 出现这几个症状,说明你的肾脏已受伤。 那么肾脏好的症状你知道吗? 1.肾好,舌淡红,台薄白肾脏好的,舌体柔润,舌质淡红,舌面上铺有薄而均匀的颗粒,干湿适中的白苔。 肾不好的,舌头看上去又白又肿且伴有齿痕。 这说明肾虚代谢差。 如果男性舌体偏小,并且呈降红色,无舌苔但是舌面上有深浅不一,形状各异的裂纹,这是肾虚肾亏的表现。 2.肾好,看手掌手掌正常的颜色是淡红的,几乎没有斑点,青筋。 整个手掌有光泽,有正常的弹性,不会过于肿胀。 按压手掌,红润恢复较快长表层高低不平,那可能就是肾阳虚的信号。 如果肾未止外侧有青筋凸显,说明先天肾气不足,如果手指甲苍白无血色,排发黑髮子,那就说明气血不畅,极有可能是肾气虚浮所致。 3.肾好,头发好肾藏经,急滑在发,意思是说,肾功能好,头发黑亮茂密,很漂亮。 相反,肾功能不好,比如出现虚症,表现在头发上就呈现出,干枯,异断无光泽。 4.肾好,听力清晰在中医理论中,耳朵的听觉功能与肾关系密切。 5.肾好,肾气盛,听力就好。 相反,肾不好出现肾阴虚时就会出现耳鸣,心烦,听力下降等症状。 5.肾好,皮肤有光彩肾脏可以分泌醋红细胞生成素,肾好的血液充盈,皮肤红润有光泽。 相反,肾不好,就容易显老,皮肤会暗,眼眶发黑,眼带明显。 6.肾好,记忆力好肾经养大脑,肾好的记忆力就好,相反肾不好的就会出现经常忘事,反应迟钝等现象。 在心医中,肾脏出现病变常表现为肾炎,肾功能衰竭,尿毒症,严重危害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。 这时候常常表现为,一,蛋白尿常见为尿中泡沫丰富,不易消散。 这是由于肾小求通透性增加蛋白质大量漏出所导致的。 2.腹肿肾脏是体代谢水分的器官,肾功能下降,水分就会蓄积。 或是因为大量蛋白质漏出,吸附水的能力下降,导致水吃肆易出现腹肿,常表现在眼瞼,面部,脚踝,下肢等处。 3.血压肾不好的,通常血压会升高,因为肾脏平时有调节血压的作用, 肾功能受损,血压就会升高。 4.容易感冒当肾功能下降时,通常的免疫力也会降低,这时,就很容易感冒,而且也不易好。 希望这几个代表肾好的症状你都有,这几个象征肾不好的整张一个没有,那么你的肾就不用担心了。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